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本期大伙来的观战一把西瓜的厂长 哭泣小丑玩具伤,邮差舞女 嗯,还好吧,上来第一个点遇到的是邮差 相对来讲是应该最想抓的人了 其他人我觉得一个厂长想要抓还蛮困难的 因为西瓜的他的一个打法是不带张狂的 所以说他的这个追击力其实更弱 你带个张狂们打一刀,对吧,张狂补一补开技能丢啊,还好 没张狂更难,狗咬住 这边的话他带的是放狗,狗咬住 你狗咬我是吧,我待会狗咬你,两边互咬 这个跳板没时间处理了 应该是捕上火以后要放狗的 这边的话放狗,好,这个位置,这个位置闲起来的挺舒服的 嗯,这个位置的话因为距离上面拉的比较近 队友是想要再给一个跳板吗?黑炭先放打一刀,打中的是玩具伤 这里黑炭往前顶,板子破掉,继续走 那这样的话击倒玩具伤,其实 这边想等,等,但这个狗已经没有了 卡位,卡位,卡位,卡位 双刀一起来,被打中 隔窗刀有没有,哎,这黑炭不给力 但有个丢娃 丢娃没丢出去,哎呀 这一波丢娃没丢过去,那这个邮差又走了 刚才这边队友来帮忙掩护是保下了这个邮差 其实这边的八音阵我觉得得,得处理一下吧 飞天落地有加速打谁都可以,来给我倒,哎呀我去 放黑炭,再一波包夹 这个玩具伤的话手里还有一个跳板 有一说一这边跳板,其实直接放直接跳 我觉得也可以啊 放不放 好像不想放,可能觉得 因为我觉得这个距离刚才 差不多能跳走吧 这边玩具伤不放的话可能觉得跳不上 一刀没打中 黑炭还没过来 放跳板,来不及了 这个击倒时间 呃,虽然说比较久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是 呼吸小手中间一波没有修机 过来搞了一手事情 玩具伤其实很早就没有修机了 邮差是一开始就没有修机的 所以说一把球者的密码机是不够的 加上厂长这边是有一个放狗可以做一波防守的 只要他能够形成击倒 在球者亮机之前 只要他能够形成击倒放黑炭嘛 这边的话 黑炭没蓄出来 呃,那也行 说实话 这里的话 击倒这边玩具伤 然后再做一波防守 甚至这边可以切闪了 但只能切闪了 321切闪 不切吗 我觉得这个必须切闪的呀 你不切闪 万一这波被保护可怎么办呢 切闪了 还是切闪了 打了一个震慑 呃,这波位置倒的 干扰到了球者的密码机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了 这个是西瓜已经停了 为什么我这么说 请各位观众看一下 求人者的道具猎表 还偷了一刀 他们拿什么来打一个二阶厂长呢 这边遗产机 机子差的真的有点多 这边的话 薄命都不一定有 你们凭什么打一个二阶厂长呢 这里的话 巴音和踩掉 就不怕 这边 也没关系 因为他是放了娃在这边做防守的 哭泣小手半血的话 也没办法就是顶着这个娃来捞人 那只能看舞女能不能捞下来 舞女的话 这边一个滑步往前走 没想法 玩具商倒地 玩具商挂飞 这边丢娃 逛过来 找这边的邮差 那边 玩具商飞了以后 他那边的娃 其实还是可以辅助手一下 那边的密码机的 所以穷者这边的话 应该是比较难去把这个局势 打出一个开门战了 我觉得他只要守着这台机子 慢慢地打 你看这边穷者他只能干嘛 这个局穷者这边 哭泣小手是对的 他只能翻箱子 翻箱子 重新修机子 重整旗鼓 慢慢打 而由于场长已经到了二阶 他的一个击倒能力就会比较的强了 这把的话 我觉得西瓜还是顶住了 现在 这种打法的场长其实真的很少见了 因为这个场长的打法就是 你把一切都堵在了中后期 但是没有前中期的话 很容易一波就 我穷者已经溜穿了 我溜完 我第一波只要能够稳定就下来 第二波就能够压击 他像他这把的话 节奏能够盘活 完全是因为 他给到了穷者足够大的压力 让这边的 蓄力道 有了漂亮 让这边的穷者就是 多人来进行一个辅助保护 以至于他们的机子进度不够 这里哭泣小丑 还有一瓶香水 自己刀打 香水扛 绕过来 呃 武女这边的密码机 其实我觉得刚才这边 因为差两台机子嘛 他中场这台机子 其实是可以放掉的 完全没有必要去管中间 就哭泣小丑这边这台 闪现落地刀 再追 给娃补上火 321 给娃是补上了火 但是这边哭泣小丑也很秀啊 直接是摸了一手娃 我觉得这个娃上火 早一点上会不会更好 飞轮躲到 那这样的话 兄弟有机会打开门站了 这波 我觉得 西瓜这边 选择上面没有做好 他应该是放弃中场那台 而就守这边武女这台 他当时寄到邮差以后 中机这台就不要 直接挂过来 挂在就是 哦 这边的椅子是被作飞了 对对对 我人傻的 被玩具上作飞了 没有椅子 那没问题 那没问题 他这边 挂不过去的话 确实这个机子也不太好守 看一下 想一想 那边的 有没有其他的椅子 但我觉得还是 应该以那台机子 来进行防守会好一点 一刀带走 好的 哭泣小丑 这边的话 邮差也在脸上 先挂 那边的话 毕竟娃娃也在被拆 他知道武女在哪里 他知道三个人的位置 他也就知道 这边穷者没有办法点门 但现在的话 没有娃 邮差这边绕 待会儿有没有机会 拖出一个飞轮 跳地窖呢 武女的门是肯定管不住了 他这边的话 应该是想等 等一个什么呢 等一个娃娃的CD 然后用娃娃封住这边的椅子 然后再去找这边的邮差 先求稳吧 这里的话 耳鸣还有 但邮差其实已经往旁边绕了 马上耳鸣就快没有了 马上耳鸣就快没有了 换娃 转向 知道了 六秒钟以后 还有一个丢娃 挽留还有三十多秒 这里的话 他因为刚刚红娃换过 这个武女是可以捞人的 这个红娃用不了 那这样的话 还不好说 这边飞轮有没有 飞轮飞轮九秒钟 那吃刀了 一刀倒地 二挂 挽留快要结束了 这是一个二挂的人 就这么挂吗 就这么挂 换个娃 换个娃过来 转向 找到的是武女 看到足迹了吗 看不到 还不好说 还不好说 刚才这边如果看到武女的话 我觉得四抓都有机会 现在的话 这个武女是个满血 她可以强冲的 要看黑炭了 看黑炭了 黑炭 黑炭 能不能给点力 炭哥 炭哥 放黑炭 毒门 哎 没办法 平了 那波确实是一个刚好冥冥之中差那么一点点的一个错过点吧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